介面部分OK之后的话 介面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把它贴上去 那ManiFace的设定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程式 程式码部分的话 这个MainActivity.java 那特别注意 你在V1的版本 GoogleMap V1的版本 特别注意它不是一个Activity 它叫做MapActivity 它不是 它是一个Map的Activity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办呢 请你把这个Extence 把Activity前面加一个Map 这样就可以了 MapActivity 它叫做Map 那MapActivity是注意一下大消息 那接下来会有错误 其实很简单 你就游标移上去之后 因为我们上面有没有Map 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 汇入就可以了 把它汇入 而且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它是 它是隶属于哪里呢 com.google.android.map 也就是你刚刚如果没有 在那个Manifest里面 没有做登记的动作 它也会找不到 OK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汇进来 汇进来之后的话 上面就会Import 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有没有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前面就会产生第二个错误 是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MapActivity 它是一个抽象的类别 那它有一个方法必须实作 所以呢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新增 为实作方法点下去就可以了 它就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 Is Route Displayed 就是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但是一定要实作 一定要实作 OK 所以就是把它改成Map 然后呢 再把它新增为实作的方法 这样子就完成 完成之后 请你把它Save 程式的部分呢 就完工了 完工之后呢 请各位 执行Google APIs的模拟器 把它Run起来之后 再来做执行的动作 OK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起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已经把它Run起来了 然后呢 把它解锁 来看一下 那我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执行到这里面来 如果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一打开之后的话呢 有看到地图的话 那表示呢 你已经可以用Google地图了 但是你还没有做任何事情 就是只是看到地图 那接下来 我们比如说 我希望呢 可以移动它 可以移动它 然后可以放大缩小 另外呢 可以移到 我想要移到的那个 地图的某个位置 比如说我希望 移到我们现在的位置 然后并且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到我们可以 就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这种状态 那该怎么做 这是后面我们要讲的 所以请各位 先把看到地图当一个目标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会发现 光要看到地图 你要记多少东西 如果没有懒人包的话 而且如果没有跟你们讲说 那个连结已经失效了 已经变V2版 这真的不知道 所以工程 做这种APP的工程师 真的要每天要 这个 随时要有那个 面对挑战的 这种心理准备 否则的话 这个 处处都是 都是挑战 OK 好